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尔玛伦保到位了 朗格莱也有着不俗的实力 但在进攻上 巴萨却好像陷入了死胡同 过去几年 由梅西 苏亚雷斯和内玛尔组成的MSN在世界足坛无坚不摧 如今换成了登贝莱 梅西和苏亚雷斯虽然只换了一个人 但巴萨的进攻却仿佛弱了几个档次 梅西虽然年纪也已经31岁了 但依旧是全世界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他每场比赛都能持续为巴萨制造着机会 相比之下 登贝莱虽然被负1.5亿欧元的身价 但在巴萨的踢法格格不入 虽然他的直接进球为巴萨带来三分 但他拿球处理时的选择无法让球迷满意 在直接进球的情况下 登贝莱的评分还比不过 两次关键事物的罗贝托 可想而知他的表现并不合格 苏亚雷斯则是巴萨阵中下滑最明显的一 环 他现在属于在进攻上 已经很难提供全能帮助的球员 没有速度冲击 没有身体对抗 做球能力也大幅度下滑 而更让巴萨难以承担的是 苏亚雷斯还拿着2000万欧元的工资 除开主力位置 巴萨的替补席也还是未知数 穆米尔还无法达到巴萨主力的程度 马尔科姆虽然表现不错 但还不为巴尔维德信任 巴萨的进攻 已经成了一道难解的题目 文章转载机商务合作 加微信 42131745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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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